我家提米一天得面对多少诱惑 众所周知 我养了一屋子的鱼和爬虫 就比如说跟提米做邻居的 这一柜子的街角手工 就是这种小可爱 儿猫这种动物 天生就对鱼和爬行的动物 有着极度强烈的好奇心 但我家提米是那种没见过世面的猫吗 爬行的动物和鱼在他眼里 如同粪土 哎 你要干啥 提米 你啥时候学会这技能的 这对街角准备要上小宝皇了 你再给人下的不下蛋了 你咋就对他俩这么好奇呢 你换个盒也行啊 你不能因为你街渣了 你就耽误人家繁殖后代啊 哎 要去扒了那个去 那个扒了应该没事 那是个疑似孕妇 但是过了预产期还没下蛋 估计是没怀上 你开一个嘴 你的技术挺娴熟啊 我是吧 哎 她进产房了 来 那小短腿拿走 来 她这都过了预产期十天了 第一次进产房 下蛋了 都过预产期那么久了 我以为没怀上呢 她拔了一下就下蛋了 提米 来 你这儿还有好几个等下蛋呢 随便拔了 你腿短够不着我抱着你拔了 来 开个开馅儿 我今天一起床 就看着蓝点要凉了 我心里我得给它捞出来呀 只要我把这凳子上一站 这鲨鱼 啊不 这傻鱼 就以为我要喂的 这我也不敢下手啊 大过年那死鱼就够闹心的了 我还得被鲨鱼敲大一顿 你个沙貂 你刮大羊拐上来呀 这下子丁漏气了 又搭进去个气管 我赶紧去朋友家看看她养的鱼吧 我继续搁家瞅这帮玩意我能疯 你看人家养的鱼 优雅漂亮不敲诈我不刮养谁管 还有这个狼顶 哎呀 咬手 这玩意遭人喜恨呐 这大红龙我也喜欢 你先探手给他分嘴去 好嘞哥 你来考虑考虑来我家呗 我家鱼活得可幸福了 就这撕鱼滚 他这鱼我太喜欢了 一会儿连接着鱼给他咬走 不给就硬抢 哥呀 嗯 你这啥时候养狗的呢 这是狼哦 别怕狼 去按 咬人吗 咋不咬啊 那时候我哥们来我家抢两片也撂不得咬王呢 这杜斌给狼摁那咬啊 今天呢 等了你看他叫什么 啥事 没事我 我说我先走了 那鱼挺好的 嗯 行没事你走吧 不是你给狗状别人家 不听话你画画画画就行 那你不拿我家抢就不能咬你